看到关小彤和沈腾正默契的动作 果然小彤才是腾门大事件 我们这对组合的名字叫 赚大钱 省小钱 有福重享 有难重当 在众多童话的嘉宾中 小彤绝对是醉继成腾哥精髓的人 除了每个环节都在碎嘴 还将扎心这一行为学习的淋漓尽致 唱歌送人环节直戳沈腾痛 时光时光慢些吧 不要再将你变老了 送给腾哥 并且关小彤还跟着沈腾学会 如何在游戏环节爽败 彼时游戏环节宋亚轩出题谁最不能吃苦 剩下的嘉宾则要主动认领 一旦认领错了就得接受惩罚 而小彤则在沈腾和贾宁的助攻下 成功忽悠到了华晨宇 有些人自觉一点吧 不是 花花 这你做得下吗 对啊 那要不我剃一下吧 我连小彤都站起来的话 估计的我也得站起来是吧 我挑是站 那我就坐下了 关小彤这一下成功给众人整合会 毕竟他这招和以往沈腾的操作一模一样 而当小彤要根据曾少年造句时 关小彤跨台宣传更是复刻沈腾民场面 大家一定要来看曾少年呀 马上六月份就要播了 在别的围市 在别的围市 乐江卫视 大雅之堂 小彤这句浙江卫视大雅之堂 也算是致敬了腾哥曾经的嘴条 你看这这啥呀 这人家这是江苏卫视啊 江苏卫视 谁是老板都没整名的呢 不是这脑子还过了一圈 这江苏卫视是大雅之堂 哎呦 看来这句话还真让关小彤给听进去吗 能够在关键时刻拿来解误 并且他不仅学会了沈腾经典音感 就连河腾哥的动作都如出一辙 没说完温柔 是胜利的 看大雅有的坏啊 不过关小彤腾话最搞笑的 是他竟然连腾哥的自恋都学会了 所以当关小彤根据答案来猜题目时 他开口第一句就让贾玲想把他踹下去 只能说因为有了沈腾 整个王牌家族几乎全体同化 真是谁来也躲不过的程度 看到沈腾一眼认出宋亚轩的卧底身份 才发现小宋五毛钱的演技有多搞笑 宋亚轩当卧底简直毫无体验感 游戏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更搞笑的是等到第二轮 宋亚轩依旧是文件夹上有字的卧底 当他洋装镇定地放下文件夹时 沈叔叔却像个抓学生玩手机的教导主任 直接给了小宋最后一击 你刚才还整天出发呢 还是那个吴茂贤的表演又重新过来了一次 可是这一次是叫什么此地无垠 沈腾虽然记忆力不好 但也毕竟比小宋多了点阅力 对于宋亚轩预盖弥彰的表演一眼就看出来 腾哥最后还不忘安慰小宋一波 不过小宋这稚嫩的反应 在他腾话后就彻底不见了 面对贾铃关于自家老板的问题 机智小宋选择抛出烟雾弹 原以为都以为是小宋怕老板 所以才在回答时闪烁其词 但接下来的宋亚轩主打一个零零后整顿内鱼之场 老板对你们说了一句 你辛苦了 你怎么回答老板 你也别闲着 我都没水 这句话落下后主持人都呆着了 显然是没想到小宋能说出这样一句话 但宋亚轩表示老板算什么 梧桐他都敢当面开大典名吐槽 还有什么想吐槽梧桐呢 他把他的口头传承承承给我 我也在努力的口水 因为这是个不良的东西 果然跟着沈腾待久了 不仅嘴碎就连说话也变损 彼时节目中会送给嘉宾金徽章 小宋一直没拿到 因此蒋星就想将自己的徽章送给弟弟 只是小宋前一秒还是可爱弟弟 下一秒就让蒋星超级加倍 叫姐姐 姐姐 送给你了 我叫你妈的 只能说宋亚轩真的太皮 人已经在挨打的边缘游走 怪不得有嘉宾吐槽 我认为那个冰箱最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